若于原教 能生失信 原解原修可成原人 大臣于原教 这不仅是大臣原教 究竟圆满的大教 你能生失信 真相信 也丝毫不怀疑 原解原修 原是智慧现前 你真懂得 你所懂的这些道理 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活用 灵活运用 轻便万化 这个人是原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没有知足 没有分别 处理一切事物 德行应受 会让大众 都生欢喜 那 原人 修行一日 可当常人 修行一戒 那 普通人 修行一戒 比不上 原人 修行一天 原人一天的功德 可能一般人 一戒 都修不到 我们想不想 做个原人 我想 古今 中外 没有一个人 不想 原人 叫人 怎么个 修法 基本的 德行 必须要有 如无事道 的三个梗 地子规 感应品 十三业 是日常生活的 常规 待人 借物的 守则 如果要允 要放下 尽私烦恼 要放下 神剑 要放下 果子 要放下 对立 边界 不跟 任何人 对立 他跟我 对立 我不跟他 对立 要能 包容 一切 为什么呢 变法界 虚空界 是自己 心心 是变的 不是外来的 跟自己 确确实实 是一体 那你不能 包容 你就错了 这个 这个液体的现象 从我们自身 就完全能够显示出来 我们身体 外面 外面 眼耳鼻涮深 里面 五脏六腑 你想想看 谁 不能 包容 谁呢 一个也 少不了 少了眼睛 不能看 少了耳朵 不能听 少了鼻子 不值 味道 不值得 相处 里面 五脏六腑 一个都不能 少 所以 外无关 内无脏 他们互相 敬爱 互相 关怀 互相 尊重 互做 互做 你才是健康 长寿 这小宇宙 大宇宙 跟小宇宙 完全一样 言而别设 是什么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习惯 不同的宗教信仰 全是一家 如果不能包容 互害就产生了 害谁 害自己 不是害别人 现在地球上出麻烦了 麻烦的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谁提 要在这个地球上吵架 最后的结果 毁灭地球 同归于尽 这杀死 这是迷惑的所以然了 所谓的 这一会儿 是什么 咱们